我家每个星期都会做几次的鲫鱼汤 味道鲜美 孩子特别喜欢 用一干净的鲫鱼在鱼身上打上花刀 鱼肚里的黑膜要去除干净 不然炖出来的汤有腥味 准备好的姜切成片 香菜切成末 鱼块都放入盘中 便用 豆腐洗净后切成块状 豆腐和鱼搭配 能很好的吸收盖 切好后放入盘中 起锅烧油 油热撒点食言 中火把清理好的鲫鱼 放入锅里煎至一面下 一面微缓 翻过来煎另一面 看一下另一面也煎好了 倒入开水 热水凑出的鱼汤 更加了洁白鱼 开大火烧水瓶后 放入豆腐 热锅倒油 打入一个鸡蛋 一面煎至鸡前 再煎另一面 煎好后和姜片 一块放入鱼汤 大火炖煮 十分钟左右 本身就很新鲜 只简单地用食盐调压味 便可以了 入锅装盘 剪去姜片 撒上香菜末 鲜香浓郁 营养丰富的鲫鱼汤 便做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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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